你自己都强活啊 一个音乐开的几千米 你还扯什么 越野车吧呀 对不对 最巧品那些 买完之后又哭爹喊娘的 不是说人家车的油耗高 而是你根本玩不起越野 你自己都强活了 还整个什么坦克500呀 是吧 有网友粉丝留言问我 他说小胡子 同价位35万买车 福特探机者和坦克500 哪个好 纠结很久了 你给出租主意 我打算过几个月就要踢车 那么首先这两款车子 无论是买哪一个 记住一点啊 都不省油 油耗都很高 你可要有心理准备 知道吗 探险者加92汽油 还可以啊 但是说油耗大概在11个到15个 坦克500是加95号汽油 油耗大概在43到16个之间 现在汽油涨成什么样子了 大家都知道 买这两款车子 你买行 千万不要说买完之后 我这项目预厚高 特别是有很多人买坦克500 坦克300的 长城做坦克500 做这个坦克300 让很多老百姓实现了越野梦 以前你想买越野车吧 得五六十万打底 是不是 木马人 是不是 最便宜的了 霸道 都得这个价位 而长城让你们实现了二十多万 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四十月能力非常好 坦克300坦克500 二十十万 但是也让咱们老百姓 穷人搓了长城的紧尖骨 买完了 说油耗高 养不起 那人家买木马人的 霸道的 你以为油耗低啊 也不低 为啥人家不说 人家能买起那个车子 能养得起 二十十万 一般的人都能买起 再带点款啥的 当真到手了 他也发现油耗高 他养不起 知道吗 所以说不是你车油耗高 是你根本里没有的实力 同样跟你个八道 你也是养不起 跟你个木马人 F-girl 骷髅者 你也养不起 你自己都强活啊 一个音乐开了几千米 你还扯什么 越野车吧呀 对不对 所以说买这车吧 一定要注意 我就让给你个探心者 你都不能养得起 知道吗 如果你经常出去 就玩 想要越野的话 目标很明确 那你就选坦克500 它是正如八景的 越野车的 非承载式车身 带大梁的 并且三十五万 买越野车的 坦克500 是唯一的 也是最好的选择了 如果你平时 市区代步 上下班 偶尔呢 出去溜达玩 周末什么的 那你就选服的探心者 它是一个层次SUV 承载式车身 但是也要比普通的 从3GV 越野脱口能力 要好很多 坦克500 它搭载的是 长城自主研发的 3.0T 六缸机 所有轮增压 匹配四十八不清混 动力是没有任何问题 哪有哪有的 四驱脱口能力 非常优秀 自主研发的 9T变成箱 以前第一代 出了数据 顿戳 打脑顿戳 现在升级完之后呢 顿戳感 改善了很多 但是还有点 悬架底盘 就是越的 就是这个越车的底子 铝合金材质的 没有任何问题 而福特探险者 是CD6 后驱动平台 打造的一款车的 和领可飞行家 是同平台 是后驱动车的 车身安全 板击后度强度 是非常优秀的 每一车这点 做得比日系的一号太多了 包括坦克500 车身安全非常优秀 搭载的是 福特第四代 重置的2.3T 无论加发动机 匹配自主研发的 4AT变速箱 和飞行家 是同款变速箱 两款车的悬架 都是铝合金的 非常好 坦克500和探险者 都是采用 博格华纳的四驱系统 但是坦克500定位是越车 所以说带锁 这一带锁 通货能力就非常强悍了 知道吧 而探险者呢 它是城市SUV 可以施的 前后轮50比50 动力的匹配 他没有锁 所以说 可以施的前后轮50比50 动力切换 通货能力也是非常优秀的 唯独选择两个车的 我还能说话啊 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车 就 不会选错的 知道吗 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但是这两款车的 无论选哪一个 它油耗都不低 特别是坦克500 你要考虑好 能不能养得起 现在95号去汽油 沿途奔9块10进了 92号去汽油 都8块1保3了 是不是 那么四民小伙伴 对我说了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 你有没有开过 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了 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拜拜再见